以戰養戰是一個軍事思想 只是利用戰爭中獲取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繼續進行戰爭 以此擴大戰果 故此每當實行軍隊所到的地方常常都會發生饑荒 以戰養戰首先是在羅馬史里維第34卷中 技術羅馬共和國時期的政治家魯加圖 在公元前195年出徵伊比利亞半島時使用的戰略所提及 類似的思想也都在孫子兵法裏面有提及到 善於兵者 亦不在席 良不三在 取用於國 恩良於敵 故軍食可足也 大意就是善於用兵的人不再向國內徵兵 良草也不多次轉運 向國內徵取一次之後就在敵人求取補給 所以軍隊的良草供應就充足了 黎超星馬房的甲苑 明治是自然界中一種常見的炭氫化合物 我們可以從地底 河床 以及濕地環境裡發現到它 亦都可以在空氣中偵測到它的中跡 人為排放方面 甲苑產生是源於畜木葉生產過程中 牛羊長度發酵、分肥處理、堆填區、揮物處理、 種植水道和開採化石燃料 甲苑的結構非常簡單 是由一個碳原子和四個氫原子連結而成 在室溫和標準大氣壓力下 甲苑是無色無味的氣體存在 甲苑是三大主要溫室氣體之一 是繼二氧化碳後 第二個導致全球變暖的主要因素 與二氧化碳相比 甲苑的溫室效應更強 在全球持續變暖的背景下 預料冰凍圈的凍土會繼續升溫和溶化 釋放甲苑和二氧化碳到大氣中 加強溫室效應 五彈至馬房的衣背 名字是動畫寵物小精靈登場的精靈之一 在動畫的世界 不同小精靈的屬性不一 有水、火、電等等 而衣背原始屬性為一般 它又像兔仔一樣的長耳朵 頸又像狗一樣白色軟毛覆蓋的特徵 衣背身高0.3米 體重6.5公斤 未進化的身體膚色為中式 戰鬥方面 衣背攻擊和防守不算強 它是以逃跑及適應力為著名 衣背的英文名EVE中的E和V 是抽字進化的英文EVE 直到現在 衣背有八種進化分支 包括水衣背、雷衣背、火衣背、太陽衣背、月亮衣背等等 衣背進化的種類是會影響它戰鬥屬性專長 以水衣背來說就是體力值HP 雷衣背就是速度 火衣背就是攻擊 根據不同種類升級小精靈 可以習得的招式亦不同 鄭俊偉馬房的大道之簡 名字是源於老子道德經的萬物之始 大道之簡顯化之凡 這個成語中的道 在中國哲學來說 是一個重要的概念 表示終極真理 老子意思是說萬物最開始的時候 一切都是最簡單的 經過演化後就變得複雜 世界的形態其實不是存在於世界 而是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 只是每一個人的主觀意識都將事物過於複雜化 就留下了執念、留下了痛苦 人生最好的狀態就是花繁為簡 反撲歸真 恢復真實的心性 正因為往往最高深的道理 就是隱藏在最簡單的事理裡面 有誤性的人可以從最簡單的事理中獲得最高深的道理 從而成功 用一句說話來概括 大道之簡的意思 就是世界的大道理 不論是方法或規律都好 都是極其簡單的 簡單到用一兩句說話就可以講得明白 《賀賢瑪房》的《日新月著》 明志同上回題 他必日就月將同位成語 但意思就有差別 《明》《宋廉》所讚的《洪武聖政紀》 當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 《神秘畏慈臨》 以文字為職業 趁見聖德大業 《日新月著》 《御時與謀取其有關政要者》 《天集成書》 這句說話的背景正直明朝鴻武年代 也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統治的日子 而宋廉就是當朝的漢林士港學士 宋廉這句意思要直譯的話 就是指講述他自己 在漢林院以文字篇讚為職 眼見聖上的工業日益蓬勃發展 於是就跟遼淑記錄起 聖上處於正時的事跡 來編寫成書 上面所指的慈臨 就是代表漢林院的意思 而日新月著 就是代表日日更生 月月顯著 形容發展快速的景象 代用於正面形容 蔡若漢馬房的自聖者強 名字是出自於老子第三十三章的一段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聖人者有力 自聖者強 自聖者強的聖 代表制服、克服 而強是代表堅強、剛強 全句的意思就是 能夠認識了解他人 是有智慧的 但能夠認識自己就是更加高明 能夠戰勝別人 可以說是有力量的 但能夠戰勝自己的話 才稱得上剛強 老子認為凡事皆有正反兩面 有利自然有弊 因此他反對刻意有為 反對明利之真 有德亦必有失 主張人心應該無為自化 順應自然 自聖者強提醒人 相對於外在的競爭 我們更應該重視自己 內在的本心 因此希望以強力 壓倒別人 好真勝負 是沒有什麼值得稱許 唯有黑己守正 守住自己明亮的本心 不因外在環境而躁動不安 這樣才算是真正高明、真正剛強 文家梁馬房的天行見出自易經 也就是周易中的乾大象傳 天行見君子已自強不適 大象傳的內容是後世經師 對周易六十四種掛名的解釋 天行見中的行不是行走之義 其意思有兩派說法 第一種看法是指它是運行的意思 指天體運行乾見 因為三光者、日、月、星運行永無止息 所以身為君子 以效法天體運行 要努力不懈、自強不適 另一種更可靠的解釋 天行既是名詞、又是掛象 是天道的意思 而見就是乾的通假字 正因為乾本身就是周易中的掛名 正如大眾所說的乾坤、乾坤一樣 所以天行見的見字正代表掛名 根據大象傳其餘七個驚掛的說法 在掛象後全部均包含掛名 即坤、坎等等 唯獨在乾大象傳中未有顯然 所以有學者推測 在掛象天行之後的見 和其餘七個驚掛一樣是掛名的 旅見威馬房的黃腳立 可以有兩種意思 字面上黃腳立是鯛魚科魚類之一 身體偏厚呈長方形 兩側扁平、頭大敏尖 身軀主色為銀或銀灰 而胸、腹、尾棋是呈黃色 如果魚是越新鮮的話 色製都越鮮黃 所以大家都稱呼它為黃腳立 野生的黃腳立 由於經常受潮水和海域影響 魚身和魚尾會比較收長 而養魚因為不受潮水衝擊影響 一般魚身都會較為圓 魚尾也會較短 黃腳立一連四季都有出產 以九月至十月最肥美 而另一種俗語的意思 是借代交通督導員的意思 他們通常都是負責為例拍車抄牌的工作 以前交通督導員由於是穿著 啡黃色的暖香 就好像尾部是黃色的黃腳立 所以就被大眾稱它為黃腳立 所以就被大眾稱它為黃腳立